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部会要盘点亮点 让部长来宣布 所以是把院长当成部长来当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赖世保 是 大家好 还有我们康宁医院的医师 尹长生医师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到今天境外移入 又增加了57例 当中有28例是落地裁剪出来了 这28例当中就有17例 是来自于美国入境 而本土又爆发现在是有11例 当中有8例是来自于联邦银行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联邦银行的群聚当中 来看到这一例 这一例的银行行员 其实就是直接跟居服员 帮他开户的那一位 而他们到了City的餐厅 去尾牙的时候 可以看到就传出了 很多的新的案例了 首先他传给他自己的男朋友 男朋友是一个物流人员 所以现在很担心 他到底送过哪些货 正在匡列当中 好 再来因为去尾牙的关系 昨天说City的工读生确诊了 他的CT值是22.5 而且因为他是学校的学生 中立高商 现在也赶紧宣布停课14天 再来办公室投室 City的其他员工 有两个人也确诊了 都是大约30几岁的 男性的工作同仁 都打过两剂疫苗 还是被突破性感染 再来当天去吃饭的 有两个小朋友 都是不到5岁的小男孩 竟然也在餐厅里面确诊了 好 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银行行员 那么当中也有其他职员 传给家人 这位传给了母亲 而另外一位传给了他的先生 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继续来看到的是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来看到这一张 上面的都是家人 歌友会 歌友会的这一张 你可以看到 其实是传给了他的家人 包括像是小黄司机 是传给了他的太太 还传给了儿子 而儿子比较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在瓦城担任厨师 所以接下来瓦城餐厅 现在恐怕也要赶紧来 家境来狂烈了 好 另外一张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这个新增的个案 是干妹妹的先生 昨天说婆婆跟儿子确诊之后 在今天歇生也已经确诊了 所以今天本土就增加了 有11例之多 好 看起来现在陈时中说 这叫做重中之重 看起来这个疫情 确实是比较令人担忧一些 所以今天也宣布了 从明天开始要分流了 那么如果是轻症 或者是年轻的 要送到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 从明天起 我们会对病患做分流 我们一部分这个轻症或无症状 那比较年轻的 我们会订定那个指标 然后那些会送到 加强版的防御旅馆或集中检疫所 那将来就会 在机场的时候分流 时候分做两块 一个是到医疗院所的 那么一个应变医院的轮值表 那另外会分到这个 加强版的防御旅馆跟集中检疫所 那我们也会订立一个轮值表 然后分段 这样子分齐的来分寿 农历春节 反国人潮 今明两天进入高峰期 光是今天上午就会有 六个国际航班抵达台湾 现在每天都是两位数字的 入境阳性确诊 淘机相关的传播链 还有未爆弹 陈时中部长先前却说 疫情是逐渐收敛中 直到看到银行爆发之后 才改口说是重中之重 过去强调超前部署的指挥中心 怎么现在好像看到的是 这个Omicron病毒在各地蔓延 而指挥中心不停在后面追着跑呢 立文 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子嘛 我们这个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真的好简单 好好做 只要刷刷水 嘴皮子 反正一皮天下无难事 然后呢 我们每次慢半拍 也没有超前部署 都没有关系 被骂了以后呢 先回嘴几句 后来被别人讲中了以后 然后就跟着做 也没有关系 出了事呢 也不需要负责 这个官真好当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桃圆疫情再扩大 14号确诊再增6例 其中联邦银行群聚相关 一例是航员的先生 还有案17717的妈妈也确诊 指标个案航员男友也染疫 由于她是物流公司员工 专家担心疫情恐怕会扩散 另外居服员干妹的丈夫也确诊 欣赏歌友会员案17368家人也确诊 而且她是桃圆瓦城的厨师 桃圆职场接触居隔11人 自主管理10人 会担心的就是说 必须脱下口罩 制菜啊 约末有碰触到这些食材的机会 顾客的解说的时候 很会造成一个传播的风险 银行群聚案确诊个案 已经延伸到聚会餐厅 案17774 10多岁高中生 也是吸体牛排店的员工 CT值22.5 因为他就读中立某高职 校方紧急大消毒 并宣布停课14天 今天在知道啊 会担心吗 就连公读生也确诊 让校园陷入危机 一是陈长宇也认为 这波变数有点大 可能都不知道传到哪了 还是要继续的框列 错杀以外 不要放掉一个 必要的话 可能需要扩大框列 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真正认为 筛减框列要广且精确 最怕就是没有掌握住 疫情又扩散 但是问题是呢 框列还是出了问题 我们先来看到 1月12号的时候呢 当时呢 你看疫情正开始 在恶化当中的时候 陈时中却说 桃园机场相关的案例 都已经有清楚的脉络了 所以本土疫情 已经在收敛中了 换句话说 已经慢慢的要结束了吗 大家看来都傻眼了 黄立民医师又说 确诊者相互串联 不能够叫疫情收敛好不好 而是疫情要蔓延出去 那是刚好相反 居服员的这条线 还要至少观察两到四周 怎么可能现在就收敛了 你也太大意了吧 结果才隔一天 隔天1月13号 本土就爆出多了14个例子 有9个学校宣布停课 甚至于桃园牛排馆的 打工的学生也确诊了 这怎么叫做收敛呢 这明明就是往社区 刚刚讲的一个 完全没有办法预料的路线 扩散出去 然后陈时中就说了 因为第二天不就被打脸了吗 所以陈时中就硬拗了 说收敛我指的是机场 机场外面是机场外面 废话我们大家就是担心 蔓延到机场外面 他说现在银行的群聚案 是重中之重 现在已经不是机场了 现在是银行了 因为确诊数大部分很多 而且足迹也很多 所以现在要持续的监测 社区状况 我们就是担心你机场 守不住跑到社区来嘛 你在讲这个是不是 已经后知后觉了 然后病毒流窜 就每次就是跟着病毒 后面跑见招拆招 他也没有拆招啦 这旁边的我们在那边 心急的要命 这么多的专家 跟他建议了半天 他才心不甘情 不愿的接受大家的建议好 这次他说重中之重的 这个银行员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不是说匡列很重要吗 他就不是因为匡列 被抓出来的 居服员 他两次到银行去办事 所以银行是不是就应该被匡列 结果他去办事所接触到 这个女行员 并没有在匡列的时候 被放在第一层 这是怎么匡列的 所以他是怎么发现自己确诊的 他是因为有出现症状 所以他跑去看医生採检确诊的 并不是被匡列找出来的 所以这个匡列就明显是有疏失 明显是有破口的嘛 明显是有漏洞的 所以连匡列你都没有匡列好啊 而且当时叫他要扩大匡列 扩大筛检 陈时中不是不甘不愿的吗 然后后来才扩大 反正特别都这样啦 那陈时中就说事后来看 当然会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太晚 废话 我们都是事前就跟你讲很多次 并不是事后才跟你讲的好吗 然后呢 你现在才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太晚了 落地的筛检难度因为很高啦 所以风险提高了 我现在才会如此 音音就说大家不是都在骂吗 你怎么让大家这个筛检 然后筛检得这么慢 还没有筛检结果出来 就送到防疫旅馆去 结果造成破口 他就说 因为落地筛检难度很高 全世界都在落地筛检 人家都筛检了两年了 只有你到现在还说难度很高 然后被大家讲了半天了 你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藏在仓库的机器拿出来用 原来你就有20分钟就可以筛检出来的机器 你为什么一百多台摆在仓库里头不肯拿出来用 就是不肯拿出来用呢 你没有机器也就算了 你有机器摆在那边放在仓库里面生锈 等到疫情都爆发了 你才不甘不愿地拿出来用是怎样 国外Omicron的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 你们还是一样这么神经大条吗 所以中医的黄高斌副院长就说了 诺富特群区感染就是已经警惕了 这还不够吗 现在机场周边产生疫情了 才要开始检视感控 真的太晚了 还有就是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个礼拜美国移入的个案 每一天比如说42个个案里头有超过一半是美国 49个个案里面有30个是美国 你看这些一整天一整个礼拜下来 每一天由美国移入的个案所占的比例都这么的高 但是陈时中怎么样都不肯 把这个美国入境的相关的规定来做一个更严格的把关 不肯就是不肯 好那黄立民又说了 还有另外一点 现在你轻症的患者 因为Omicron有很多是轻症 你是不是就不要直接送到医院去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医疗量能不足的问题 因为医疗量能从来没有提升过就对了 之前都已经产生过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 也无法提升好 那轻症不要送医院也可以 其他国家就是送所谓的类似方舱医院这种东西 台湾也不要 那现在陈时中终于只好说好送到这个加强版的防疫旅馆去了 苏毅仁前局长就说了 有他以前疾管局的同事就在问了 检疫了阳性之后就确诊了以后就送到医院的这个决策 到底有没有经过防疫医师的讨论 到底防疫医师有没有参与政策的决定 就这政策是谁做的决定 疾管署的专家到底有没有讨论 这个真的听了但大家不是傻眼吗 难道都没有任何专家的意见吗 他说像最近阳性个案送医院的这些决策 去年五月等等都明显不符合感控原则 请问防疫医师参与的角色何在 换句话说苏毅仁局长他们在质疑说 好像整个防疫的重要的决策 这些很多的SOP的步骤 都不是专家会议所决定的吗 就好像三加十一的破口 也不是专家会议所决定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会议记录 去哪来找会议记录啊 所以就陈时中一个人凭感觉说了算吗 他今天觉得不要落地赶快检疫 就不要检疫 他今天觉得清政直接送医院就送医院 他明天改变了想法就改变了想法 我的妈呀这就是台湾的防疫 完全靠他一个人的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境外移入的个案 不断的攀升 千天新增92例境外移入是再创史上新高 而今天开始是春节返乡的热潮 最高峰预估会有万人入境 专家也担心啊 境外移入的病例大爆炸 每天恐怕都会出现破百案例 未来两天又迈入春节返乡高峰期 反国旅客将万人压境 专家预估恐怕单日境外移入就会上百人 境外移入大爆炸 直接压垮医疗体系 看你把所有有阳性的都送到医疗院手去住院 那个才是压垮我们医疗量能 多了以后 时早会破破 因为这个防不胜防 当境外感染 欧膜矿的轻症患者 急报医院 专家炮轰 万一本土疫情炸开 就怕重症民众将无病床可用 都有几十人的话 那这样可能会刚好在春节的时候 我们的隔离病房 专者病房就被用满了 万一突然社区有一个比较大的疫情发生 没有床可以住 急症的人 反而没有办法去看病 这非常危险 指挥中心统计 目前北部专责和负押隔离病房 大约逼近五成 专家建议应该轻重症分流 减缓压力 能够去做分流的话 这部分会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越多的轻症挤在医院 不但造成院内的一个感染的风险之外 最重要也会排挤到重症的病患 防疫专责旅馆还是重启 这样才不会搞得遍地风火 台北市联谊的中心院区 还有仁爱院区 都传出有专责病房的护理师染疫 就连指挥中心专业小组的 赵剑人张上纯医师都说 其实这两家医院人员 照顾的都是侵占的病人 而且没有复杂的治疗动作 待在病室的时间也很少 怎么还是会染疫呢 一届人士指出 除了联谊人员 目前打第二剂的施打率 其实只有四成保护力不足之外 病人太多的时候 其实工作量大就难免会出错了 好 所以医疗院所平常本土的病人就占了八成 如果连境外移住的个案都不断地送进去的话 那医疗量呢 不是当然一定负荷不了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尹医师 所以今天总算宣布说呢 要分流了 要把一些轻症了 年纪比较轻的 送到这个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啦 可是这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 它的这个条件 这个真的适合吗 因为现在自从疫情到现在 大概两年 那上所有的医生 也就是不管是感控或者是专家 或者怎么样 碰到这些病人的时候 按照一般的原则来 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指挥中心呢 它太多的 把太多的权力都抓在那儿 那像一般的医生 他没有办法决定 像刚刚苏伊人局长 他就讲过嘛 到底这个是送到医院去 还是没有分流 谁决定的 因为现在实际上 我们现在 在大家自己在医院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要有病人在 自己的感控的医生不敢决定 先打电话为1922 要怎么办 卫生局怎么办 他说好 怎么办 他就这样送 这个情况之下 按照基本讲 如果说一个轻症 没有症状 阳性病人 就隔离就好了 就直接隔离就好了 何必一定要送医院 那现在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发现很多都改来改去的话 大家就怕出错 怕出错呢 什么情况之下都不敢动 都不敢做自我的这个处理 那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的战略跟战术 完全都不对了 我们的战略 就是等于什么都是一半 如果像大陆上 它是Zero COVID 它就是 第一就是广塞 然后呢 境外严格的把它 把它这个lock down 然后呢 进来的病人 进来的人 只要是阳性的 两周之外再三周 这是世界上大概目前 看起来目前讲是最少病人的地方 但是在其他国家呢 美国呢 川普开始就是一个放任的 他不承认 所以他变成用一个群体免疫方法 也就是说像英国 他就是完全就是说 给你得病之后 再加疫苗 可以 没事了 结果现在发现这个问题不对 病种又来了 然后呢 使得所有的这个病人呢 又大增 又最后变成 阿美国又出现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状况之后 根本大家手足不错 那台湾呢 就是说 不敢把它放掉 但是呢 又全部用Zero COVID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想要 全部把它清零 但是又不广塞 然后呢 病人进来之后呢 刚开始 全部又送到医院 医院一半满了 赶快呢 又变成要分流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一般的基层的医师 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我们现在知道 传染 并不是那么的可怕 尤其是 像这个Omicron 它这个病呢 虽然是一个Mild 也就是说 我们比较轻微的 但是呢 你不要小看它 它虽然很轻微 但是它不是完全无害 当病人一多 它就会让很多小孩子 老人家就有问题 死亡率母数一大 死亡率就上升 那现在所有的医院 大概都是一般 都是八成七成满 你如果现在还要再来病人 只要像我们这样回来 每天有百分之七的病人 是阳性的话 马上就满了 那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我们要知道 现在台湾因为都是因为病人太少 所以叫防疫疲劳 防疫疲劳就是大家松弛了 就像我们那个 安浩那个病人 他就是到了 到了这个联邦银行去办事的时候 他口罩拿下来 可以在那边聊天 打电话说话 这就没人阻止 阻止他 像我们在医院 有些病人来讲话 突然说拿口罩 赶快我们护士 赶快口罩戴起来 就是不要怕说指导人家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医院可以这么做 但是在外面大家不敢指导 新闻上报道又被怎么受伤的了 或者怎么就是跑去指导人家 结果反而大家大家反而不管 所以这个防疫疲劳完毕之后 大家就开始有 然后加上外界来了这么多的病人 所以马上就爆发 爆发之后呢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按照世界各国的 它的方式 很多国家已经很先进了 它把所有隔离的时间缩短 他干脆把它干成感冒 然后呢就把这个 所有的要上班的人 第一线的人 他不lock down 他把它用成一个 好像是每天上班 你只要两剂 你就有passport 你可以去吃饭 你可以去健身房 你可以去bar 那我们现在如果不lock down 然后呢又整个开放 大家看我们中国人吃饭 讲话声音很大 声音非常大 那这个声音呢 产生了这个气流 到处乱窜 所以非常危险 还有很多人呢 讲话口沫横飞 那这种情况 平常就是这样的人的话 那你他怎么会不传染 其实一般统计啊 大概得了病的人呢 大概有七成 他不会传染 也就是说不会传染给别人 只有20%的人 这20%的人是什么人呢 基因 病毒多 另外就是讲话声音很大 然后喘气的时候 出来的这个病毒太多 另外就是不同的地方 危险的地方 突然唱歌了 或者是说不同不好的时段 空气不流通 他反而很大声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对就是怕说这个口罩没戴好 口沫横飞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但到现在为止 指挥中心还说 因为呢社区还没有这么严重啊 所以说不取消尾牙哦 好我们来看到 其实春节返乡潮呢 搭机返台的旅客 预计啊这个今明两天 会达到最高峰万人压境啊 逃机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 王碧胜在清晨到现场坐镇 那么清晨有六个航班 长城航班快塞之后呢 当中竟然就有29名旅客 筛检是阳性 入境大厅 集满裁检人员跟旅客 确认阴性裁准放行 毕竟反国长城搬机 阳性率居高不下 13号从旧金山反国搬机 阳性率还高达12.2% 14号淘机预报 入境人数高达3615人 光上午六个长城航班 全部筛检382人 就有29人批下阳性 阳性率7.6% 不过接下来两天 万人压境 边境措施却迟迟不调整 一是忧心将让防疫 受秩序的国人 深陷危险之中 就是最近的东南亚这个国家 因为它Omicron的疫情 也在增加 是不是也要透过 一入境 立刻进行PCR裁检 来降低到防疫旅馆 影响到其他人的一个问题 入境旅馆 它的管制的SOP 可能会需要像机场一样 一定要做好每个细节的管理 最后的百个案就是 从朝延 或是从台北 透震到心里 重症跟轻症的分野上 我们的专责病房 现在接触开出了三分之一以上 我们自己本身 要有集中检疫手 来收治清症 取立被战 所有状况力求 第一时间快速处理 正面迎战病毒来袭 美飞来一班飞机就七趴 一百个人有七个确诊者入境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的这个医疗量 很快就要大爆满了 所以台北市今天重启了 建坛青年活动中心 说来当防疫的专责旅馆 会有234个房间来收治病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似乎现在地方又超前中央了 因为中央也是在今天才改口 说要开始分流 把这个年轻的病患 把比较轻症的病患 送到家常版的集中检疫中心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赖委员 怎么好像每次都这样 为什么一定都是 等到地方开始动作 等不到中央的命令 地方先行之后 中央才赶紧跟上吗 我们要仔细看 因为这个陈时中 他本身不懂嘛 他是牙医出身的 他对这方面完全不懂 他是靠旁边的几个军事告诉他 那旁边几个人 他可能三个人五个意见 三个人六个意见 他也莫衷一次 他可能我认为 他可能最后就凭着他的感觉走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讲说 这个决策像初一十五不一样 他不是啊 初一初号不一样 今天跟明天不一样了 是不是 我们看到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他的动作永远比地方慢 地方政府永远比他快 为什么 地方感觉最直接嘛 你看柯文哲的动作比他快 这个侯有余动作比他快 所以你清清楚楚看得到 说这个要分仓分流 因为医院的负担已经过重了 而且事实上对于这个Omicron 要认识Omicron 有很多的专家 包括外面大战熟悉的 沈沐雄委员 他他就一直提到了Omicron 其实他的毒性 他的状况 跟Data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主要是上呼吸到感染的问题 那这个来讲的话 就大致上就是咳嗽喉咙咙痛 这一部分的话 可能就像感冒 如果感冒的话会怎么样 我说医生在这边嘛 对不对 都很清楚 多休息啊 喝水啦 维他命C吃一吃啊 大概就这样子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需不需要来增加我们医院的负担 其实年中到了 年关到了 其实我所了解的 有些慢性病的 他们需要 真的前一阵子已经关两年 关太久了 也耽搁太久 他们希望有一个时间 他回去医院啊 什么之类的啊 会定期的 这些正常的需要 其实他们也需要医院的负荷 而不是说医院负荷 现在全部都把其他都停下来 专门来应付这个Omicron 那Omicron 我刚才提到 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已经讲了 他的情况一般来讲都没有那么的严重 症状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今天讲说 如果症状轻的没有那么严重的 其实Omicron本身就是这样子了 那就给他到一个集中检疫的中心来 就不要直接送医院 这是对的 现在目前地方的政府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就问陈时中 你不懂没关系 你专业不够没关系 但是拜托拜托 你尊重专业 你决定做好 你不要说前面一看 搜链当中 一看他一讲搜链 第二天全国这样大引爆 这里爆一个 那你爆一个 银行员啊 物流员啊 这些都是高度的 就是跟旁人接触的一个行业 他们一炸开的话 整个本土的一种案例 实际上已经蔓延当中了 这种情况是不能够来等型四肢 可是我们需要陈时中 那边的很重要的一句话 来告诉全国老百姓 说到底Omicron 我们要怎么面对它 是不是跟Delta一样来面对它 还是说大家可以不要那么的紧张 否则的话真的影响到 所有的一切的经济活动 这个呢是他要向国人来说明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